不过大陆国台班主任张志军来台 这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跟冲突 有人就事先入住了桃源的诺富特饭店 准备要给同饭店的张志军一场震撼教育 结果饭店人员反而是破门入引起哗然 网友很火大发起了一颗星的活动 要让五星级的诺富特评价瞬间惨叠 到目前为止这饭店的评价只剩1.1分了 有7000多个人给了一颗星 再看一次饭店人员冲入房间 就怕迎接大陆国台班主任张志军入住 被有心人抢先一步趁机接济然后激烈抗议 但这个动作被网友骂翻 还发起一颗星运动 要让五颗星评价的诺富特饭店难看 结果瞬间评价只剩1.1分 有7684人给一颗星 法律规范要入住饭店要登记要证件 拿不出证件强行入住就是违法 但不管这个个案合法与否 这个破门的确引人非议 有立法委员留言呛瞎 还有人说绝对不入住 现在一颗星运动 让诺富特更是扬名千里 每遇到大陆高层访台 就会发生这种纠纷 恐怕还没让张志军听到台湾的声音 我们内部就已经吵到元气大伤 记者综合报道